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是要我跟什麼樣子比較 跟剛剛比較 晚安 我現在在台北永生這一代 那因為之前我有受亞美姬邀約去他們的口內雷射 那一次我算是邀約去的所以我沒有付錢 但是我做完之後就真的很滿意 就一直記在心裡面 因為他一次療程是三次 然後我上次就做了一次 所以我就有推薦Neko 今天Neko的好朋友黑仔熊也會一起來 我這次真的是自費去做 完全沒有贊助 所以這不是廣告 剛好桃園那附近有一家江湖東白丁 是韓國的江湖東來台灣開的直營店 我就滿有興趣的 在台灣到底能不能吃到 我在韓國吃的烤肉一樣的味道 感謝讓我搭遍車 算是我推薦 因為Neko有說想要存錢嗎 我們現在下車啦 那其實不用特地來桃園做啦 是因為我剛好想要帶Neko還有黑仔熊 去吃這附近的那個韓國烤肉 我沒去過韓國 所以我也會做 對就是我一直大推的那個 說什麼打完之後臉會變成奇亮 在砍在裡面 你在砍 要打之後 對 大家最喜歡我的訪談系列了 請問你對女生上映美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還蠻OK的 但是像假如說今天 艾琳進來這邊 出去變淋自己的臉 那我就覺得不行 就這一點我跟黑熊的想法差不多 我微整的話有點像是 休息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是20X歲的艾琳 然後我可以變成20歲的艾琳 那你沒辦法變成10歲 我現在兩邊臉的高度就不太一樣 像這邊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這一塊 有沒有 這我不曉得這樣子 層次的差異外面的黑仔熊 看不看得出來啊 我剛才做完了 那診所還會送我們一個面膜 讓我們可以在現場敷這樣子 怎麼樣 我現在剛做完 你有感覺到什麼嗎 沒錯這個就像男生看 對 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是要我跟什麼樣子比較 跟剛剛比較 可是看不出來你剛剛有去打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講的話 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完全沒有腫或是紅 或是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偷偷變美的奧義你知道嗎 可是感覺好像有皮膚變得比較細緻 對 可是這個是鏡頭沒有辦法 就是你要看正臉 細緻紛紛的 已經給你提點了有沒有 有有有我講出來了 皮膚看起來紛紛 皮膚看起來紛紛 皮膚是Neko講的 有啦我剛剛在嘗試用我懂的語言去解釋 變成比較平 但是不會到說真的很滑這樣子 對 好六心喔 好奇妙喔 謝謝 那我們兩個現在都做完了 那Neko這次主要做的是公主玻尿酸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她的影片上看 那其實你們知道說我自己試用要是覺得好的東西 我都會跟廠商拗優惠 所以 如果你們去阮美肌診所就是報艾玲的話 你們會知道的 哈哈哈哈 瞬間有那個白白的畫面閃過去 自主被針插進去然後在裡面這樣 WTF 我必須要這樣講 要不是因為現在的社會的標準 不然的話你們也不用那麼辛苦啊 真的是 是不是 總算說出去人話了 我天啊 所以你們這個真的是辛苦啊 真的 我們已經到了 謝謝 豬肉的話呢 它是台灣的野豬做舌程的 我目前預計會點他們的牛五花 五花肉有三層的那一種 還有一個雪花豬來試試看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我在韓國啊 然後發現說為什麼韓國的烤肉特別好吃 是因為他們有經過一個叫做熟成的程序 是每一家的熟法夠不夠厲害而已 我前面的兩位已經忍不住吃起來了 Meko跟黑熊都很喜歡這個 對啊 小菜裡面有辣斑豆芽 豬菜 冷凍腐 這個醬油也是沾肉煮 還有是生菜 剛剛黑熊說這個很辣 我來試試看 這個泡菜的後勁很強 吃下去的時候不太辣 可是後面 後面很辣 那這個就是韓國很常見的 他們這種起司的圓盤 他蘋果 這個可以自己撈起來吃 對 然後他們的起司 韓式烤肉出體 真的啊 後都還沒上來 我就開心了 這個是牛五花 這個就是五花肉 這個是什麼啊 我有點這個嗎 這看起來很像是那個 中版肉耶 那這樣吃 哦 已經煎得有點 焦焦的感覺了 這種五花肉 因為油脂的成分比較多 所以要煎久一點 我剛剛問他說 什麼是柱南起司炒飯 然後店員說那是 牛的味 牛味喔 起司拌飯炒飯 哦 我看到起司勾起來了 你不覺得這邊辣椒很多嗎 不會辣啦 而且有起司可以中和掉它的辣味 店員會幫我們烤肉 店員會幫我們烤肉 你們看其實韓國的烤肉啊 會有一定的厚度 他們喜歡吃到那個肉的咬勁 哦 這個焦度 哎呦哎呦 哎呦 大概會烤成這樣子的厚度跟熟度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旁邊都有一些焦焦的地方 就是讓它比較脆 比較不會這麼油 蠻香的 蠻香的 這一塊是雪花酥 它的那個醬油的 很像醬油的醬好好吃哦 那裡面有吃 對 而且它比一般的醬油還在便宜一點 嗯 其實很像在韓國 每個不同的店 也都味道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這家 它的調味道很好 一般在韓國看到的生菜 他們會很大片 可是我覺得那樣子的生菜 在台灣好像比較難取得 所以他們現在改成是用的這種 很像是我們一般吃沙拉的生菜 那這個的話 感覺就是夾著肉一起吃 而不是能夠像我們在韓國一樣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 這樣菜跟那個肉夾著粥 我現在很覺得吃到的味道 啊咧 真假哦 這是黑仔熊戰不絕口的牛五花 牛五花很好吃哦 嗯 家店的牛肉好吃 這家它的醬煙 它不會有讓味道蓋過牛肉的感覺 它就是淡淡微微的甜味 然後帶出那個牛肉本身的香味 我們剛剛就有在討論說 這個豆芽菜啊 還蠻好吃的 後來店員有說 他們是用蘋果跟梨子挑的 清爽的感覺 所以跟肉很搭 我剛剛有介紹黑仔熊跟Maco 就是韓式生菜包肉 或包泡菜的吃法 他們吃下去是覺得蠻好吃的啦 只是太麻煩了 那我現在吃完出來講結論啦 不好意思在店裡面 對啊對啊 你覺得好吃嗎 牛肉的品質很棒 豬肉就豬肉 哈哈哈 你們來的話 真的點牛肉 會覺得比較超值一點 不過我自己要評價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家店 它的 它用的醬還有它的小菜什麼的 真的是很道地的韓國味 那一些小東西很棒 比較可惜的事情 就是豬肉的部分 韓國的比較在脆一點 整體而言我覺得 它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超好吃 第一次體驗對不對 對啊 我本來沒有那麼喜歡韓式料理 這一次吃了之後 就覺得 其實沒有想像中 這麼這麼不能接受 那今天謝謝Neko肥我變漂亮 還有黑仔熊過來一起吃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看我們今天的Vlog 其他版本 歡迎去黑仔熊還有Neko的頻道喔 那我今天的衣服 是由ShinOfficial贊助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哈哈哈 可以 去看下面的網址 最後光光一波 歡迎你們follow我的粉專 還有Instagram 還有Neko的粉專Instagram 那我們很快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不愧是知識型YouTuber 隨時都要帶著一本書 你在看哪一本 我現在隨時都在帶書 現在是在看外遇的理由 八個人講外遇 然後更好笑的是這八個人 都外遇嗎 都外遇嗎 所以你看完這本書 你會被說服的感覺嗎 我當然是不會被說服啊 你怎麼那麼好被動搖 可是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蠻有趣的 你從不同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 下一次的時候 你聽到別人外遇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會有很多 噢 你以後會講說書嗎 會 有興趣的話去Neko的頻道看 哈哈哈哈 講啊這麼多正義性 歡迎大家來讚喔 不是吧 哈哈哈哈 喜歡什麼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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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